好 上一节讲的那个 整体加工图的设计 可能会比较充效 但是这一节的页面和API 这块应该就稍微具象一点了 这块大家应该大部分都能看懂 如果看不懂的话 可以给我提问 到这看不懂的话 可能表示你对这个页面的一些路由 API的一些设计的理解上 还不是那么到位 但如果你真看不懂也没关系 看不懂不是说 不能往下学了 因为我们在后面开发的时候 还会再拿出来继续看 当时我们怎么设计的 我们采用这个设计再去开发 所以说后面也会再去讲 OK那我们开始 首先我们要原型图演示 就是我们通过原型图的方式 来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应该API怎么去设计 这会就比较具象 就更加容易看懂一些 原型图会分开去讲每个页面 以及每个页面模板的一个配置 以及页面需要的API的一些感示 最后我们再去汇总一下 页面汇总 就是模板路由组件这些汇总 然后API再汇总一下 有了这个之后 我就能知道我们去建哪些页面 对吧 通过什么样的模板键 通过什么的路由键 这个页面中的组件是什么样子的 另外还有这个页面中 它需要哪些API 我们的API到底该怎么去创建 对吧 好我们按着看一下 首先原型图展示 拿了个原型图之后 这是注册的 我们需要看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 上面这一条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界面 一个原型图就是一个界面 对吧 就这个界面的路由 比如说注册页 我们就用这个路由 然后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这个界面的一些模块 比如贵色的这个框啊 就是你们需要的 界面的一些模块 有的可能需要 抽象成组件来用 像这个注册表单 这个就用一次 用一次我们就没必要 抽象成组件了 对吧 第三部分呢 就是黄色的被注 就是我们需要的一些API 比如说我们现在要注册 对吧 注册的时候 这个地方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我们需要输入用户名 输入密码 输入自己的其他信息 点击注册 对吧 点注册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注册的一个API 把这个注册信息给塞到后端 塞到数据库里去 好 所以说我们就需要一个 注册的API 就是这个时候就需要用 埃里克思语调用这个API 然后去把注册这个东西 给完成掉 然后这个注册的API呢 就是API 所有的API呢 我前面都加了一个API的Path 这个Path 就是一个前缀 这样的话就能很容易分清楚 这个路由到底是不是API 然后第二个API呢 就是用户名是否存在 就是API user exists 比如说我们在注册的时候 我们输入一个用户名 输入完用户名之后 要立马知道 我这个用户名是不是 已经被用过了 对吧 就输入用户名是否存在 你输入完用户名之后 如果是被用过了 我就告诉你 这个用户名被用了 你就不要用这个用户名来注册了 因为我们要求 用户名是不能重复的 是吧 这也是很多 网站很多系统中 是这么速的 所以说 我们也需要一个 判断用户名是否存在的 一个理下来去做 所以说 注册页面 是这样一个路由 然后有这么一个表单 就可以了 需要两个API 就可以把这个事情给完成 这也是注册页面 需要做的事情 登录也就用login这个路由 需要一个登录的表单 当然登录表单 也是只用一次 所以说也没必要 抽象成组件 登录页呢 我们就需要登录的 一个API就好了 因为一点登录嘛 点用户之后 调用这个登录的API 然后看能不能成功 对吧 成功之后就怎么样 不成功之后就怎么样 这个逻辑是比较清晰的 再往下是设置 设置就是用户信息设置 我们看一下 有个导航 导航就是我们之前 也是做完之后的 议练的话 上面的导航 比如说有个手页 有个个人主页 等等这些 用户设置需要分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 修改用户信息 也是表单 然后第二部分修改密码 第三部分推出登录 这些里面我们看一下 它需要哪些API 修改用户信息的 需要一个修改用户信息的API 对吧 我们点击 比如说输入用户信息之后 给一圈也可以修改 特别上传 当然需要这个API 因为修改用户信息的时候 你可能要修改自己的头像 修改自己的头像 就需要一个特别上传的API 特别上传这个API 我们是放在Utl的下面去的 因为我们把它当作 一个工具来使用 它并不是一个用户的API 对吧 因为别的地方 也需要一个特别上传 比如说我们在发布 一条微博的时候 我们有可能会上传投片 是吧 OK 接下来修改密码 修改密码也是 需要一个API去修改密码 推出登录 也是需要一个API 推出登录 当然这三个表单也都是 这两个表单 一个按钮 也都是使用一次 所以说也能必要 抽象抽变 继续 首页 首页这个路由 就是根部路了 对吧 然后再往下 我们看导航 导航都是一样的 那这个导航 以这个导航 以接下来我们所有的导航 我们都会把它抽象 到头部的一个组件中 这个我们在之前做404和 错误页的时候 我们也已经 代码演示过了 我们在这就继续 再总结一下 这个设计 就这个头部和尾部 这块 我们在接下来的PPT中 会再去讲 我们先这样 然后看一下 我们首页里面 需要的信息 像发布微博的输入框 这个框里面 以及微博列表 对吧 微博列表需要加载更多 右侧的个人信息 粉丝列表和关注人列表 大家看这几块 都有一个背景颜色 对吧 我加上背景颜色的意思 就是说 这几块都是 在很多地方需要用的 至少是两个地方需要用的 所以说我们得把这几块 给它抽象成一个 EGS组件才可以 就是把这块抽完组件 这块都是抽完组件 这个曲线没有特殊意义 这个曲线的意思 就是说里面还有个实线 所以我为了看的 比较美观一些 加了个曲线 OK 那我们到时候需要 把这几个都做成一个组件 然后在其他地方也使用 我们再看一下 它需要的API 发布微博的输入框 我们需要一个创建 微博的API 对吧 API Blog Create 这个API就可以了 然后从里 它还需要图片上传的一个API 这个图片上传的API 和这个图片上传的API 就共有一个有限了 然后再往下 微博列表这些 都是后端职业渲染过来的 加载更多 就没法后端渲染了 对吧 加载更多 那就必须通过API 来去实现加载更多 简单于是一个后操作 就是在页面 加载完之后 你再去点击按钮 出发的一个操作 加载更多 需要的API 是API Blog NodeMount 然后后码 需要加一个PateIndex 加载更多 就是加载第几页 对吧 就默认这个 另外加载第二页 然后再加载第三页 再加载第四页 这样 你需要把第一个页数 给它传过来 包括个人信息 粉丝列表 以及关注论列表 这些数据 都是通过后端渲染 给渲载出来的 后端渲染 我们之前也已经演示过了 你学习EGS那块的时候 OK 这是首页 然后下 更新主页 更新主页的路由 我们是用profile 后面加一个用户名 有这个地方 profile章三 也可能是profile 旅四 等等这些 然后也是有个早 然后列表和上一页 是一样的 所以说我们要出现 一个组件 对吧 列表 然后加载更多 加载更多 这个路由 还需要多传一个用户名 像PateIndex 这个是肯定要传的 对吧 它要多传一个用户名 就是说我们这次加载更多 加载的到底是谁的微博 对吧 首页里面不用传用户名 是因为 我们已经漠然知道 首页就是我自己的微博 它那个用户是比较明确的 对吧 就这个用户名不传 可以 但是个人主页 这个 比如说你到张三的这个 页面来 你传的这个用户名 必须是张三的 你到李四的页面来 你传的用户名 必须是李四的 所以说这个地方要传上 然后粉丝列表 和观众人列表 都是一样的 这个个人信息里面 因为我们这个用户名 可能是自己 也可能是别人 对吧 如果是自己或他人的话 这写错了 应该是他人 他人 如果是自己的话 倒无所谓 如果是他人的话 我们可能 这位网友可能会显示 一个关注按钮 或者取消关注的按钮 所以说我们需要一个 关注和取消关注的 一个API 我进入了他人的 关注页 我要点关注的话 就参用这个API 对吧 我要点取消关注的话 就参用这个API 相当于说 我是不是他的粉丝 取消关注 不是他的粉丝了 通通这些 好 广场就比较简单了 广场它是一个 所有用户都是一样的 所以说我们之前说过 这个地方需要用缓送 对吧 怎么开发 我们后面再说 路由就是有个Square 上面是个导航 然后微博列表 都是一样的 微博列表呢 我们这个地方 加来更多的 就是用一个API Square 路由的帽 配的index就可以 不用穿有户名了 好 at我的 at我的就是说 别人at我 然后需要给我提示一下 到底是谁at了我 对吧 这个地方路由就是atme 就可以了 atme 然后上面是档 下面是 你看又有一个 发布微博的输入框 这一块和那个 首页里面的是一样的 下面这个 博客列表 也是跟这个差不多 只不过 加来更多呢 需要atme的一个标志 然后这个地方 也不用传有户名 直接传配的index就可以 好 404和这个 错误页 都是我们之前做过的 跟之前的是一样 这个比较简单 我们就直接过去了 那好 那我们再去回顾一下 之前说的那个hider和footer 之前其实代码都有了 已经都有了 这儿呢 我们就再演示一下 hider就是我们这个 验证头部 当然导航也包含进去了 footer就是页面的尾部 然后中间呢 就是我们的模板 需要做到自己的业务的 一些事情 hider里面 我们就要设置标题 然后要引用一些css 对吧 可能还需要判断 到底是不是需要 引用一些css 通过变量来控制 footer里面呢 就引用一些gss 就可以了 然后导航这个东西 也在hider里面 因为它在很多页面中 都需要 同时出现在上面 所以说我们把它 放在hider里面去 就做的比较统一一些 有这个导航 这个地方的导航 这儿的导航 这儿的导航 都是这个导航 对吧 这导航都是在hider里面的 所以说我们 基本上所有的 e.js的页面 都是通过这种方式 就是下面有个hider hider人包含导航 下面有个footer 中间有自己的这个 页面 自己本身的这个 原物标记代码 每个页面 需要的hider的信息 可能不一样 然后我们就通过 传一些参数的方式 给hider的这个信息 做一个过滤 这一块说的可能会 这个页面 可能会比较抽象一些 这个页面 可能会比较抽象一些 这个没关系 我们随时做的 我们会随时来讲 我们刚才说的 所谓的这个控制显示 变量传递这些东西 OK 上面是 各个原因图 然后下面我们做一个 页面相关的汇总 我们看一下 左侧里面 页面和路由 注册 登录 首页 个人主页 个人主页 在这儿建设一个动态参数 就动态的 它是需要传一个用户名的 at页 然后广场页 设置页 以及错误页 以及404页 然后egs的组件 基于我们之前的这个分析 egs组件 我们需要 发布微博的一个 输入框的组件 对吧 微博列表的组件 给大家更多的组件 以及 个人信息 粉丝列表 和观众人的列表 这些是我们要 抽象师的egs组件 然后其他的呢 就是我们需要一个 统一的hider和footer 就是放在页面 像三菱之类似的 把这个页面 给它加起来 OK 最后API的汇总 API我们看一下 用户相关的API 登录 登录对吧 我们刚才讲过 注册 注册的时候 还需要判断 用户是不是存在 对吧 还需要设置 比如修改更新信息 特别上传 然后修改密码 以及推出登录 微博相关的 手页 创建微博 特别上传 加载更多 更新主页 加载更多 这儿要多传一个 用户名 关注 取消关注 然后广场页 想加载更多 爱此页 爱此页 创建微博 就这块 创建微博和特别上传 这块和这块是一样的 因为它是在一个 EGS组件中实现的 加载更多 OK 这儿呢 就是我们所有的 这个页面 路由 模板 EGS组件 API的设计 这些就会知道 我们接下来将会 做怎样的开发 其实看到这儿之后呢 你可能记不清楚 到底哪一页 有哪些组件 或者哪些API 但是你要能明白 就是我们必须 通过这种方式 来去限定 或者规定一下 这么做 接下来才有指导 对吧 我们才有方向 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说这一小节 就是我们讲的 这个页面 组件 路由 API的一个 基础方案的设计 我们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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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待